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可能可以像贝加庞克那样 制造恶魔果实武器的革命军南军军队长林德伯格 而如果加上林德伯格 综合上述五位科学家的特点 我们可能也就不难发现 除了奎英还未展现 不出意外在未来也将会展现之外 加智 贝加庞克 凯撒 林德伯格 可能都已经展现出了 对恶魔果实能力的制造能力 而再进一步胡扯来说 MED成员和潜在成员们 之所以都可以做到这些 可能就是都因为血统因子 只不过从大的方向来说 它们可能就是分成了利用血统因子 制造恶魔果实能力 和制造能让人拥有恶魔果实能力的 人造果实的这两个流派 而除了可能破解血统因子之外 疯狂的科学家们MED究竟还获得过什么 对海贼王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突破研究 包括贝加庞克的神秘面纱究竟会是什么 我们就继续关注山智和奎英 已经开始并且一定就会带出 更多MED秘密的大战 而且也可以基本肯定的是 由疯狂科学家们所组成的MED 就是海贼王世界科学界曾经的罪恶世代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外行员 海贼王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